继续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分析 一开始就看到一个二诗 这个二诗也是连接词 所以它的句子是从这里一直到到点这边 二诗是翻什么意思啊 由于的意思 因为的意思 好 这个就是表原音的副词子句 那另外一个句子 当然就从这里一直到句子 句点结束 这个没有连接词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是主要子句 那么这边有连接词 表时间 我们就称它为 或者是表原音的 表时间的就是时间副词子句 表原音就是原因的副词子句 我们看内容吧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more and more people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have visited good come for its coffee 这是完成式 have visited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拜访过 去过谷坑 后面就接原音 那么去参观 拜访古坑是为了什么 这个负是表原音的副词子句 是为了古坑咖啡 要去喝杯咖啡 或者是看咖啡是怎么种植的 所以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讲古坑的咖啡 那么继续 我们再来看 主要子句就出来了 这边是表示原因 由于越来越多人到古坑去 这个品尝咖啡 the coffee farmers 这个咖啡农呢 农夫就have begun 就已经开始了 启动 have begun 就是现在完成式 就是已经开始怎样 open deal farm open deal farm 是把他们的咖啡这个园呢 开放 open to 就是to就是对谁来开放的意思 所以把咖啡园呢 开放给the public大众 所以这个写法蛮重要的 open什么东西 开放什么东西 to什么人 就是给这个the public public就是一般的民众 去这个采 所以很多人也去古坑去采咖啡 那么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行业 我们来看继续第二句 at least farms at least farms就是在这些咖啡农地里面 farm就是农场农地 这个是片鱼 是用小瓜符 在这些咖啡田里面 people can have 人蓝可以怎样 have the fun of have the fun of 就是可以拥有这个乐趣 fun就是乐趣 好 什么乐趣 后面就讲出来了 finding out finding out 老师有做一个补充 finding out是发现 或者是了解到 或者是知道 那么人们去采咖啡的时候 在这些咖啡园里 人们就有这个乐趣 可以终于发现 终于了解到 where coffee come from coffee come from 就是咖啡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原来了解 这个就叫咖啡术 咖啡是怎么来的 是从哪里来的 终于了解到了 那人们就会得到这个乐趣 这是第二句的一个内容 继续我们要看 这边要选一个 选完之后呢 度点 那么度点 隔开 那这个一定是 full词 这个first的是 首先 also 同样的 however 男儿 男儿是用在相反 正反面的一个写法 first是要配 第二个 first second 第三 third also 就等于besize 此外 而且的意思 however是男儿 用在正反面的对照 for example 是用来举例的 好 举例 那我们先看内容 coffee shops are opened all over good come 咖啡店 are open 到处 are open就是什么 被这个 开放 这个 被 民间所经营 all over good come all over 是整个股坑地区 咖啡店 多 很多 这个 开放经营 and 连接词出来了 接触另外一句了 and people can take a rest 人员 可以 take a rest 可以休息一下 and 并且呢 taste delicious coffee taste 品尝一下 delicious 美味的 coffee 咖啡 咖啡 在哪里 on the side walls 在路边 on the side walls 在路边 品尝一下 咖啡 好 这个是地方的片语 那下面 这个就是 时间的片语 in or after in就是在什么当中 after是在什么之后 in a day's visit 在你一天的这个拜访 谷坑 这一个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 都可以在路旁 这个品尝美味的咖啡 顺便休息一下 那么after呢 就是在你参观完的谷坑咖啡之后 嘿你也可以在路边品尝咖啡 然后顺便休息一下 所以这个是讲时间的一个片语 那么从前面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了 前半段是讲说 你去这个咖啡园里面去采咖啡 你可以得到一个乐趣 知道咖啡是怎么来的 那么第二个采完咖啡 那么或者是采完咖啡之后 你就可以在路边品尝咖啡 稍作休息 所以有两个好处 因此我们要选的答案就是 also 并且 而且的意思 这个是第二句的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的一个分析 第三段的分析 连接是在这里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主要纸句啦 我们看一看 the new business 这个新创的一个产业 make a better life possible 这个很重要 make什么possible make什么possible 就是使什么成为可能 使什么得以怎样 好了 这就是make a better life possible 就是使人们可以过一个better life 更好的生活 使得人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成为可能了 for就是对谁来讲 对这些人而言 for those those就是those people 对这些人而言 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就变成可能了 那这些人是谁呀 呼 这是连接词 就是我们讲的关系指句 那么 他们是来修饰前面 这一些人 好 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过比较好的生活 成为可能了 那请问 这些人是怎样 这个城 the town 当然就指古坑啊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第一个 一 live in the town 住在古坑的那些人呢 就是古坑的那些 这个地区的居民 第二个 hear about hear about 是听说过 古坑这个地名的人 生活会比较好 这个就太离谱了 我听说过有古坑的名字 那我的生活就会比较好 那个好像不太对 第三个 take a trip to take a trip to the town 就是到过古坑去旅行的人 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更好 那你只要去古坑旅行 回来你就变成千万富翁了 这也怪怪的 第四个 are interested in are interested in 就是对于这个城市 很感兴趣的人 比如说我们对古坑 这个城镇很感兴趣 那因为我们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就可以过一个 比较好的人生 那个都不对 所以呢 那么 种咖啡 赚的钱 让那里的人 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应该是住在那边的居民 才是正确的 所以答案要选的是 a live in 这个才正确 这个do就是住在 古坑那些居民的人 they don't have to don't have to 是什么意思 没有必要 have to 是必须必要的意思 don't have to 就是没有必要 他们就没有必要 live the town 离乡 背景 离开他们的故乡 to find job 去找工作了 在哪里找工作 in other places 在其他的地方找工作了 他们因为种咖啡 咖啡很有名的 你就待在古坑 种咖啡就可以了 就可以赚钱 过更好的生活 那么 这么人们就不再需要 离乡背景 去寻找到其他的地方 去寻找工作了 好 这个就是 有关古坑咖啡 这个阅读测验的 分析跟讲解